來到台肥金融場,現場堆置大量土方,高度比人還高 再從空拍角度看,整個土方的面積比目視的還來得大 而一半土方都沒有覆蓋防塵網 台肥金融場遭到爆料,疑似違法堆放大量土方 金融市長謝國良,率領市府各局處首長前往勘察 質疑台肥申請突然改良,卻違反堆置大量土方 簡單來說,這是他們南港的營建廢土,倒到這裡 但這個廢土倒到這裡,到底有沒有賭或有沒有什麼 我們需要所關心的特殊的情況 實際上它號稱是要做土壤品質改善 但是它卻把其他營建土地或工地的廢土 運到台肥的基隆廠來清道 雖然這個地方也是台肥的土地 但是這個地方的環境跟安全是基隆市政府的管轄 那你不能夠認為說這是一個你們所擁有的產權的一個土地 然後就來做廢土的清道 廢土的清道,只能夠在合格的廢土清道 市府接獲投訴,產發處已經針對排水系統被土石掩蓋 認定水保有疏失,開罰6萬元 而環保局依照違反空污法,開罰20萬元 環保局接獲民眾的陳情 昨天我們就到了台肥地農場 那我們到了現場以後確實發現了租流的缺失 第一點針對土方露天堆質面積不足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違反空污防治法 那我們也請台肥公司在2月9號以前必須要改善 那這個部分也是開罰10萬元 在為申報營建工程空污費用的部分 我們也請台肥公司能夠建築申報 在這個部分也是開罰10萬元 再來是工廠登記帝號、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登載不一致的部分 環保局是開罰6千元 那針對土方環保局已經在昨日已經採量 預計在兩週內我們會有檢驗報告 不只行政罰還 市長謝國良強調會追究台肥相關責任 由於基隆一再發聲請到廢土情況 一週內將親自拜會基隆地檢署 就像明傳國中的廠商 教育處允許他堆放土方在田徑廠 但其實即使我那天到了田徑廠 我都沒有了解到 原來明傳國中的營建承包商 跟田徑廠的新營建承包商 原來是同一家 那我現在就恍然大悟就懂了 因為是同一個你的工地 你才允許到土方 如果不是你的工程 你根本不會允許他到 但是就像台肥一樣 如果今天這是一個台泥的土方 或者是其他國營事業土方 你會允許他到在這裡嗎 但是你們忽略了就是說 不管是誰的土方 基隆市政府都不允許你們隨隨便便 就清到營建土方 在一個不是清到營建土方的一個地點上 這是基隆的環境 這是基隆的家園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過去的這些居住首長 真的要打屁股 不過台肥也說明 這些土壤都是從合法企圖廠進來的土 都有合法申請 確實要做土壤改良 基隆場這邊的這個土方是為了 基隆場因為我們這邊是平地場 將來要做土整治之後 來做新的這個開發 所以會進外面的乾淨的土 來將來會來做這個稀釋 整治的這個工作 那這個土都是由這個 合法的這個土製廠過來的土 我想這些相關的文件 我們都已經提供給 基隆市的環保局 有入案被查 那這個土方的這些 淨土等等的這些申請 都有經過合法的這個申請 是去年底才開始入入數據線 因為我們整個基隆廠 我們整個基隆廠 會發分幾個這個整治的區域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 看到都有廠房有根本這些 我們會先做這個 先做這個調查 就是哪邊有土壤污染的區域 然後我們開始去做 開挖整治的時候 這個土就會入數據來用 所以我們也是配合 我們這個分區來做整治的 這樣子一個集成 來盡自當的土進來 那這個我們 這個整個基隆廠 將來是希望說開發 這麼一個新的一個產業園區 所以剛剛也有跟市場報告過 我們也會來跟市政府來 出發配合人員 也會盡速的來 將我們基隆廠來做個整治 針對土方業者違反水土保持 或空污相關法令 台飛表示會虛心的接受 也會責成業者盡快改善 而為了解土方是否有毒性 或者污染性 環保局已經採集三處的土方採樣 檢測結果預計在兩週後出爐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查詞文化 查詞文化 寫你 екст文化 所謂 聞 收手